往下走 刚说完了时间复杂度的话 那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就会引入一个叫做最坏时间复杂度的概念 最坏时间复杂度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过图来来看一下 刚说了算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对吧 那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就需要进行处理数据了吧 我们的程序最终是要处理数据的 那这时候就要有一点 那你处理的这个数据 有没有可能会决定 你在最终去执行程序的时候 到底执行多少步 会有这样的概念吧 想一下什么概念呢 对刚才咱们写出来的这一段程序 可能不太好理解 怎么来理解 看一下 我们在之后会学一个排序算法 那排序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样的无序的数 把这样无序的数给它排成一个有序的序列 按照比如说从小到大 把里面的所有数给它排出来 排出来的话呢 我就得有一种思路去解决这个东西吧 那你想了 我最终要把我的算法去运用到这一个数据当中的时候 就会想我的这个排序的这个列表里面的数据不同 有没有可能会决定我最终去执行步骤 也就是说在去做运算的时候数量多少的问题呢 想一下 现在对于36行 这一个列表来说 它是无序的吧 对吧 那假如说 我要对它进行排序 那可能是大家什么强况呢 可能是说 需要执行n的二次方步骤 n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这里面有多少数 假如说这个列表当中有n个数 无序的 那我最终在去排序的时候 到底要执行多少步骤 可能要执行n的二次方 要n的二次方怎么理解 相当于变力两次吧 就是变力双重循环吧 看一下 这个步骤 我们在第二次29行 30行 而这两层循环 它是不是就是 1000乘以1000 底下就变为基本步骤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n的二次方 是不是相当于两层循环 对吧 好 先这么理解啊 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序 对这样的无序列表来说 它里面有n个元素 需要对它进行排序 排成有序序列 那我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这解决方法 在去进行实现的时候 可能需要用到 n的二次方个步骤 那好了 现在推同样的一个算法 什么算法 还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然后我现在要对它进行排序的序列是 12345678 那你想它本身是不是已经有序了 对吧 它既然是已经有序的话 那我现在扫描一遍 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有序的 我就可以结束了吧 我只要看一下 从头到尾数了一遍 发现12345678已经有序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再进行操作了 那我算法是不是就可以退出了 那这时候你想 我从头到尾去数一遍 也就相当于有一个循环 外 只要进行一次便利 我是不是就能够知道它有序了 那你现在发现 它是不是降为n了 对吧 也就是说 这里面降为n之后 我就可以让程序退出了 那也意思就是说 对于我同样的一个算法 我去操作的 也就是说 它去处理的数据不同 最终就有可能决定 我到底运算步骤 有多少 这一点是不同的 这是这到现在能理解的了吧 同样的算法 处理上面无序的 我可能需要n乘 n的二十三个步骤 对于有序的 我可能只要执行n步 就可以 可以退出了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去判断 这个算法 它对于优劣的问题 也就是说 对于数据处理的时候 它最理想的状况 跟最坏的状况吧 最理想的状况 对于排序来说 它可能就是有序的序列 我不需要排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执行n次就退出了 对吧 最坏的情况 那就是 这是一个无序的序列 我需要执行最多的次数 才能把它处理好 对吧 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引入出来的 算法 在去衡量的时候 对于时间复杂度 它还有几个程度的概念 也就是说 最优时间复杂度 代表的是最理想的状况 我同样一个算法 在去处理数据的时候 最少需要执行多少的基本操作 还有一个最坏时间复杂度 就是说 同样的这个算法 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我最多需要支撑多少个步骤 这两个最优跟最坏能理解了吗 那还有一个平均 是不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平均值 那好 有引入了这最优时间复杂度 最坏时间复杂度 平均时间复杂度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通常所说的最坏的 通常所说的时间复杂度 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呢 先看 最优时间复杂度 它的意义来说不是太大 为什么不太大呢 因为你考虑的是 永远是最理想的情况下吧 但是最理想是不是最特殊啊 对吧 你说最理想情况下 就是执行N步 就比如说就执行100步 但是它去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 100步都能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吧 也就是说最优时间复杂度 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后再看最坏时间复杂度呢 已经说了 最坏时间复杂度 就代表的是最多需要多少个步骤 如果说你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N的平方 比如说100的平方 那也就是说 只要在100的平方步骤之内 肯定能够把所有的问题 全部解决吧 对吧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是一种保证啊 保证了在这个步骤之内 我肯定能把处理的这类问题 全部解决掉 所以我们之后再去说 时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的话 通常指的就是最坏时间复杂度 就是指的是最坏时间复杂度 我们只关心这个 那对于平均时间复杂度的 平均时间复杂度代表的是你处理的这个问题规模的一个平均状况 对吧 这个平均状况来说的话 他虽然说整体反映了解决这类规模的一个效率问题 但是他也仍然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保证 不能保证在平均时间复杂度 就是平均的这个基本步骤当中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对于平均时间复杂度 我们也不去说做过多的去关注 做多的做关注的时候 首先要关注的是最坏时间复杂度 然后是最优时间复杂度 看一下这个算法最理想情况下 也就是说最少几步只能完成 这也能代表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最通常关注的就是这两个 对于平均时间复杂度的话 反而关注度不是很高 好 那这是关于最坏时间复杂度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时间复杂度他计算的时候 怎么来去计算 也说了时间复杂度 他就是基本步骤 那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基本步骤 咱们怎么去计算呢 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们怎么去判断 他到底做了多少步 刚才在大家引入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带着大家去计算过一次 对吧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来总结一下 看一下 对于基本步骤来说 他只有常数项 什么是基本步骤 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这第14行 跟第15行 一步条件跟print条件 是不是代表了一个基本的步骤 对吧 你细分 那可能是分成9步 不细分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两步 对吧 那你好了 为了符合大欧表示法 你不管是9还是2 我认为你都是一个常数项 这个常数指的就是说 随着我问题 你在处理是1000还是2000的时候 这两步不会跟N有关系 那就认为你实际的 你的时间复杂度就是1 也就认为你的基本操作就是1 到这块碰到一个基本操作 那就代表你执行一步 然后紧接着再看了 那整个程序当中 是不是由各种各样的基本操作 按照一定的执行流程来组合到一起的 对吧 那我们紧接着要再去做的话 也就是把这些基本步骤累加起来 就是代表了最终要执行多少步骤吧 那这时候就要看了 我们再去写程序的时候 控制程序流程 是不是有几种 几种控制流程的语句呀 也就是说包含了顺序 对吧 我们控制程序执行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最基本的应该是 顺序 对吧 然后紧接着呢 还有 有乱去吗 顺序代表成一条主线 我可能执行到某一点 要分成两个分支吧 分成两个分支代表的是 判断 也就是说条件判断吧 条件语句 然后呢 条件语句的话 除了 除了顺序 除了顺序条件 还有一个什么 循环吧 还有一个循环 然后 之所以说每所有的程序 所有的不同编程语言 都要具备顺序条件 跟循环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这三个组合到一起 就能够去代表所有的事件 执行流程顺序了 所以所有的语言当中 都会包括顺序条件 跟循环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了一下 顺序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这样基本步骤 怎么 怎么去计算 条件的时候 怎么计算 循环的时候 怎么计算 这三个 这个三个方面 都有了之后 那整个程序 去累加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能去总和到一起了 来看一下 那对于顺序结构来说的话 我们是最好理解的 因为顺序代表的 从前到后往后执行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 他去再去做计算的时候 就是基本步骤之间的累加吧 看一下 第十四行跟第十五行 这两句话 到底要执行多少次 也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顺序 底下 比如说我再打印一下 第十五跟十六两句话之间 是不是顺序结构的 那到底要执行多少呢 第十五行 他要执行的是O1吧 第十六行 也代表说是一部O1 那十五十六两个 就应该是加到一起吧 也就是说 对于顺序结构 要采用加法进行计算 对于循环结构呢 循环结构代表的是 对这样的一个基本语句 到底执行多少次 所以应该是乘以的关系吧 乘法 也就是说 对于循环结构来说 要按照乘法去进行计算 那对于分支结构来说呢 分支结构怎么去计算呢 怎么去判断 好 现在看一下 这是程序的一条主线 从上往下去执行 然后执行到这一点之后 有一个判断 他判断呢 可以向左边这部分去执行 也可以向右边这部分去执行 这是条件判断一句吧 两个之间只能执行一条主线 那你想了 对于这样的这块 遇到分支的时候 我怎么来代表 这一个方框当中 他到底要执行多少步 是不是要考虑最快的情况呀 也就是说两个分支之间 哪个分支执行的步骤都 我就代表的是这个方框 他最快的情况下 要执行多少步吧 所以对于分支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就考虑的是 考虑的是你去取分支当中的最大 也就是if l当中 哪个条件的步数最多 我就代表了这个分支的最大 这是对于顺序 循环跟分支了 然后再往后走 这是对于基本步骤的运算 走到这之后再往下看的话 那就是往大欧表示法上去靠了 当你这几个基本步骤已经计算完成之后的情况下 我们判断的时候 就把他的其他次项 次要的项跟常数项 全部忽略掉 只保留他的最高次项 只保留他的最高次项 然后再往下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我们通常就是指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通常指的就是最坏时间复杂度 好 有了这个基本步骤的话 我们来判断一下 先看 刚才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对于ABC三种便利的时候一个情况 那现在来看底下这步骤 对于第二次改进的时候 他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 先写出来 时间复杂度应该是用天来表示吧 然后紧接着来看 此时这个N代表的是程序当中的哪一个值 代表的是这个1000吧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它抽象一下 这边就是N 对吧 这个应该也是N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了 36行这句话代表的是循环 他也就决定了 它的循环体之内到底要支撑多少次 所以我们说循环应该用乘法 到底支撑多少次呢 N吧 然后再往后走 N应该是乘里面的循环体 循环体发现 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循环的 这循环要执行多少次 仍然是N吧 好 放到这块N 然后再看内存循环到底要执行多少次呢 看 38行 代表的是 38行代表的是一个基本步骤吧 我们说的基本步骤代表是几 用1来表示 用1来表示吧 然后呢 38行跟39行之间代表的是什么执行逻辑 是顺序吧 应该也就是加的关系吧 好 也就是加 那1跟前面的话代表的是 这两句话都是属于B层这个B内存循环之间的循环体吧 所以应该给它扩起来 一加上再看 这时候代表的是 意思代表的是分支结构吧 那分支结构情况下 看一下它有哪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进入 进入这个条件体 另外一种呢 直接退出吧 如果进入进来的话 它相当于要执行谁 要执行printer printer代表的是一次 对吧 也就是说这谁有一次 那如果不进入这个条件判断语句呢 那就是不相当相当于不执行吧 那也就是零吧 我应该给一和零之间取最大值吧 我们刚说了 它是不是应该要取最大值 这条件 那最终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给它写一下 应该是n的二次方乘以 看一下 max最大 这块应该是1 1加1 也就应该是2吧 到这一步了吧 这一步我们再回过头来 判断算法的时候 你要把其他的长处项 跟次要项全部忽略掉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2给它忽略掉了吧 它代表长处项 那这时候你再看 是不是就相当于应该是n的二次方啊 对吧 但前面我们不能用等号 不能用等号 因为还有一个长处项的关系吧 那怎么办呢 就给它放到大欧里面来 这时候我们就认为 上面第36行 也就是说第二次改进的这个算法 它的时间复杂度 用大欧表示法来表示的话 就应该是n方吧 对吧 通过这样一步骤 你去计算一个 一个程序的时间复杂度的基本流程 是不是都会了 然后我们来回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